你也不得了 叶华 那公主一路随着你我 从水晶宫到这儿 晚上 不会还随我们旧寝吧 也算轮到你知识族了 里面有许多伤兵 不方便女人进去 你先留在外面等我 这位小公子 请问华叶公子可否婚配 据我所知 他家中已有妻室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哪 是个凡人 凡人 那我若是嫁于他 他就不用再做凡人了 是吗 嫁给他 对啊 我传法律给他 他就可以成仙 这不是不可能的 只是 若是我嫁于他 我身为公主 就只能做正妻 那原来凡金的妻子 就只能休掉了 是凡人 就要被这样处置吗 不 小公子 你别误会 对 我们又瞧不起凡人的意思 只是仙凡有别 他若是要娶我的话 就只能成仙 如果成仙了 就不能与原来他凡人在一起了 因为这是我们的规矩 那要看他想不想成仙吧 怎么会有凡人不想成仙呢 里面有许多伤兵 不方便女人进去 你先留在外面等我 二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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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伯父带兵 他们自然更信服我一点 伯父膝下无辞 这也是为什么他不肯轻易 与焦人族决裂的原因 毕竟天族天高皇帝元 天族兵将走了 留下长海焦人族与他 最后受报复的 还是长海水军 若要朕 便要赶其杀绝 不留后悔 留下我这条腿 你是要腿啊 还是要命啊 像我这种人 腿没了 命也就没了 我拿什么去谋生啊 我跟你说啊 你这条腿 伤得实在是太重了 我真是 二皇子 这批伤员情况如何 这 情况不太好 你可想回家 做梦都想回家 如果给你一个 能够结束这场 数万年战争的机会 你可愿意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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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叠峰今日有一事相求 不知可否助我一助 二皇子 我们这些人都是伤兵 跟着二皇子拼命还可以 可是我们这些人 如何左右得了大局呀 就是 是 这大城内 一共四十几人 如何帮你啊 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 毕竟长海水军不想与 焦人族开战 你们是怕不成事 犯活罪 二皇子 我们不怕死 怕是怕大战 获及我们的父母妻儿 是啊 焦人凶悍 有仇必报 如今咱们小战不断 受伤的 还是咱们这些参军的人 若是真的大战了 赢了还好 输了 水军最多一纸降输罢了 咱们底下的人可就惨了 是啊 我们又不是没有跟焦人打过 都是输多赢少啊 是 二皇子 对啊 没有苦衷 蝶风怎么会不顾 长海众生的死活 这位便是天族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来这来 就是为了表明天族 与焦人族一战的决心 天公 终于看到长海了 殿下 求天公出兵 将焦人赶出长海 我家一十三口人 全部死在焦人族手里 此仇 不攻殆天 求天公出兵 将焦人赶出长海 本军今日在此立下誓言 必将焦人赶出长海 还你们万年太平 谢太下 业下 怎么了 刚刚撞到伤兵 看见血 突然觉得有点不舒服 可能是昨天喝酒 小公子是个比较文气的人 想必不适应军营这种地方 来 喝碗水吧 不必麻烦了 不喝也罢 这种地方的水 也未见得干净 那不如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有没有干净的军长 找个军医先给他看一下 我这就去找个干净的军长 你这儿 这 有话直说 提禀公子 这位小公子的卖相 像是喜卖 什么 知道了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此事不可宣扬 请公子放心 叶华 他说的 可是真的吗 我 素素 你不能留在这里了 我必须立刻送你回去 为什么要送我走 长海即将有一场大战 你有了身孕 我不能让你留在这里 你也是一个凡人啊 为什么你要留下 最后一次 真的吗 千真万确 好 我便再信你一次 你想去哪儿 我这才刚有身孕 你便不让我走动了吗 如此便算是有身孕了吗 怎么 都没见你开心呢 你一听到有了孩子 就一直板着脸 是 有吗 刚才到现在 都没见你笑过 我是开心的 不是怎么笑了 恭喜这位公子 你要做爹了 也恭喜你 要做娘了 好吃吗 这些菜都是我烧的 如果你吃不惯 我再去找别的食材 烧给你吃 你当初在凶仙时 是不是专门给人做饭的 就是因为你会舞蹈弄枪 所以才被派去 想要除魔啊 我从未给人烧过菜 真的 那这味道这么好吃 我看见你 叶华 你幼时是什么样子 幼时 爱哭吗 爱闹吗 我在想 肚子里面这个 会不会跟你一样啊 你娘生你的时候 顺利吗 我娘生我的时候难缠 震痛了几天 竟如此磨人 我父亲也这么说 那你娘一定很宠爱你 谈不上受宠吧 我自出生便被包走 到年少时才见到我娘 我的受业恩师很有名气 正因为如此 我每天从尘时便去读书 一做就是七个时针 一直到万家灯火的叙事末 仅仅是因为受业恩师 有些名气 就要受尽如此折磨 那你说天上那位太子 不是日日都要受折磨 或许吧 就是肵子 她也给了 逅 可以 来 咱们要不走吧 好 颜知 表舅 你要不来 我都忘了你这个表外伤了 表舅 此次前来 我是想跟你借几千兵马一会 借兵 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昔日 我外祖父带你如今子 没想到 你如今竟如此忘恩负义 你外祖父 你母妃都死了十万年 你父君 被封印在东皇中七万年 连整个一族 都在你那个昔日 好识懒作的弟弟手里 你还有什么呢 赶到老子面前说大话 若非我外祖父没有亲子 只有我母亲和姨娘几个 现在还能闻到你做这个头领 走走走 别当我的好事 如果你再啰嗦 当心我翻脸不认人 你 你什么你 滚 叫你滚你没听见是吧 我告诉你 如今连水军都得给我们面子 即使义军来了 都得给我们大头领提鞋 你这无权无势 空有个什么大皇子的虚名 哪儿来的 竟敢搅我们大头领的酒势 没错 快滚 我们头领没空听你废话 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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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你外祖父给了我这个头领 我早就一早砍了你 不是抬局的东西 头领 您还是少喝点吧 稍后 您还得去 长海水晶宫赋宴哪 赋宴 还不是那个老水晶 要塞给我一个女儿来避祸 非要请什么沐渊大帝死 来与我斗了数万年 现在又要用美人计 用什么计也没有用 长海遭碍是我的 我买了 参见父亲 沐儿 起了吗 沐儿 你替我去 带一个你能看中的公主 回来给我当老婆 好 你跟公子一起去 别对他们太好 别对他们 等鼻子上脸 别以为他们赛给我一个公主 就真能如何了 是 我睡了多久 都睡糊涂了 今夜又九夜 你有了身影就别去了吧 正好 我也不想业服那些公主 那我先走了 太子殿下 情况有变 来的不是浇人族头领 是他的小儿子 如此更好 来 喝起来 喝起来啊 小公子如此气度 破有数万年前头领的风范 真是献杀本君这西夏只有 两个女儿的人哪 鬼君不用客气 来来来 我们共同举杯 敬小公子一杯 敬小公子 敬小公子 这位是 这位是本君的次女绿秀 原来是绿秀公主啊 请 无耻 你说什么 你为什么要摸我的手 我看上你 是你的福气 难道你宁可嫁给我的父王 做他无数女人中的一个 也不肯委身于我 你 与修 不 夫君 他们一族毫无廉耻 残酷无德 你为什么要处处相让 你应该跟他们 放手一搏 放肆 快跟本君住嘴 参见水君 有什么事 演习后再说 水君 是紧急军务 紧急军务 什么 可是真的 千真万确 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 小事 小事 小事情 可我怎么听着 像是什么军务呢 这整个长海 带出了您水君的兵 就是我蛟人族的兵 还有什么军务 能逃得过我的眼睛 都是军中内部的事情 与旁人并无关系 伯父 恐怕与蛟人族不无关系吧 别疯 伯父 兵变岂非非小事 若伯父 兵变岂非小事 若伯父不能给士兵们一个交代 恐怕还没等跟蛟人族动手 长海就将自己多年的基业毁于一大了 若还当我是伯父 就给本军闭嘴 怎么 兵变是什么意思 小公子莫要误会 素闻长海水君 缓心无成 柔辱寡断 今日一见 果真如传闻所言 让本军失望直至 你区区一个小仙 敢在本军面前如此猖狂 甚至 你这位朋友是 这位便是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臣拜见太子殿下 拜见太子殿下 请起来吧 是 臣不知殿下威服到长海 如有失礼之处 还请殿下勿要怪罪啊 失礼没事 失了神族体统 却是大罪 殿下勿要听信他人谗言 臣在长海十七万年 虽无大功 但也始终恪守本分 不敢有失神族体统啊 是吗 焦人族屡伤平民 为祸长海 你为何不上报天宫 你一个长海水军 竟然对区区一个 焦人族头领之子 卑躬屈膝 还试图掩盖兵变之事 本军要你有何用 臣 臣 臣也有无奈之处啊 身为长海水军 一是不能让族人安居 二是不能让兵将臣服 三 连自己的家人都无法守护 你让本军如何再相信你 站起来 来 太子殿下饶命 饶命啊 伯父 先起来 太子殿下此番出现在长海 就是为了剿灭焦人族 你若想报名 是不是得做点什么 激气 那焦人族最是嗜血 头领最疼爱这小儿子 万一我们真的杀了他 万一我们真的杀了他 却又没打赢这一战 怕是整个长海都要覆灭呀 再忧郁便是死罪了 来人 把剿人族的这两个人 给我压下去 断头 祭旗 是 是 长海水军 我父一定会削击你们长海一族 走 我父一定会削击你们长海一族 走 殿下 长海兵族仅有一万人 不敌焦人族七万骁勇山战的兵士 还请殿下出手相助啊 长海虽是属敌 但天族始终是一视同仁 既然水军已经下定决心 本军必会点将来助 帮你长海万年太平 谢太子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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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倚皇 我跟你的头 不高带天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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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啊 死啊 这发誓正趁得你神自威武 再没有什么可修缮的了 素素 闭上眼睛 又要去施立桃林吗 这不是我们的俊极山吗 我们这就算是回来了 算回来了 以后再也不离开了 我还要去便捷很重要的事情 可赶得上我们的孩子出师 怡婷 我会速战速决 从此再也不离开你们 还记得那面同情吗 我会有事 若有药尽事 就用童筋还我 我半个月之内一定回来 若超过半个月 你还不回来呢 不回来又如何 不回来又如何 若还不回来 就再多给你半个月 腾若再耽搁 绝不侵扰你 好 好 但苏苏你要记得 我走之后 你万万不可离开这一片树林半部 你如今坏着我的孩子 很容易便给我家主人发现 若是发现了 你就不好了 那有什么不好 那有什么不好 等我回来再与你细数 我现在都怀了你的孩子了 还不能见你家人吗 等我回来 我们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给你种一片属于你的势力桃林 hoor 好 可爱 在误估计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好 本军就准你明日亲自点将出兵 一个月内收服长海交人族 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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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儿必取回交人族投领首级 就借收服交人族再立为于四海 叶皇 不要让本军失望 孙儿定不辱命 还有一件事 青秋对婚期已经有了答复 那白钱尚在闭关 一旦出了关 就是你们完婚的日子 是 恭喜太子殿下 我最后问你一次 就为了这个女人 你真的要将唾手可得的天君之位弃了 这在凡间叫什么来着 不爱江山爱美人 非是明君所为 勉强坐上那个位子 也成不了什么明君 倒不如即早把位子空出来 让个有德之人 我这一回飞飞飞飞飞 说不定 天君很快便能选一个更好的继承人 这一战 也算是还尚天君 对我数万年的养育之恩 三叔可愿助我一臂之力 这就是因果 当日我为你绑上清秋白浅的姻缘 算是做了亏心事 如今你看 这么快就还回来了 不过你放心 三叔一定帮你 我一定会在傅君面前替你作证 证明你灰飞湮灭得连渣子都不舍 多谢三叔成全 不过 三叔还是要提醒你 傅君历来疑心最重 此事要万分谨慎 急不得 万一引起傅君的疑心 哪怕你躲到三界五行败 三殿下 太子殿下 娘娘这是在做什么 天君吩咐 要将这喜吴宫上下清扫修整一番 为不久后的大婚做准备 原来如此 也对 毕竟是太子殿下迎娶太子妃 马虎不得 确实 容不得分好马虎 所以 我也不敢放任下边的人来做 便亲自过来看一看 二位殿下 这是要去何处 我们 我们 是去给乐虚娘娘请安 我方才 从乐虚娘娘那处回来 娘娘惦记太子殿下许久 殿下去 他一定很高兴 这说起来 天宫里素季娘娘的确是 和乐虚娘娘走得最近的人 娘娘抚养我长大 有养育之恩 我常去探望他也是应该的 恭喜太子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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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喜讯 是传遍天宫的每个角落了 无非 叶华 到娘这儿来 你每次见到娘 都如此礼数周到 少了很多母子之情 娘虽然心酸 但是也不怪你 自从生下你 自从生下你 就不得见你 不管你是饿了 乏了 累了 还是受了委屈 娘都不能在身边照顾你 每每想起这些 娘心里 都觉得愧疚 就连这次清秋白浅的婚事 娘都是这天宫里最后几个知晓的 也没资格问问 你是不是满意这种婚事 母妃不必自责 身为天宫太子 婚事本就难以自助 无所谓满不满意 为了这个太子的名分 你自幼付出太多了 娘真希望 你就是一个寻常平庸的孩子 也不必被如此置顾 大嫂今日格外感化过去啊 也不知怎么了 自从听说叶华要带兵去长海 我这心里啊就慌张 太子殿下的法力 不比当年的莫冤上神差什么 区区娇人族 何必如此忧心啊 怕不出三日 就捷报传回了 女人哪 就是总喜欢多想一些 儿臣走后 还望母妃一天好好照料自己 好 好 娘在这天宫里啊 安逸得很 你不要挂念我 以免乱了你上阵杀敌的心 你爹不在 娘只好委屈你了 明明是败了天地成了夫妻的 可是还是不能领我回去见家人 搞得跟小老婆一样 还不能四处走动 也太摧残人了 我对婚人 oscillator 咱俩 好 cortex 我 我 参见拜祖殿下 臣已从西海带来三万精兵 随时听候殿下差遣 我长海虽只有一万军 愿拼死一搏 随时听候殿下调遣 拜见娘娘 太子殿下 肃锦也愿听候调遣 你来做什么 肃锦一族七万年前 和族上下为天族献了身 如今 各分支部族的首领都在 肃锦纵只有一人 也叩请了天军批挂上阵 与各分支头领共进退 肃锦娘娘 请随我来 虽然你成了我父君的妃子 我本不应该多说你什么 可是我还是要劝你一句 你连刀枪都提不起来 弄这么一身来 除了做个样子 还能有什么用啊 我要与太子殿下共村王 苏锦 你莫非还对夜华存了什么心思吧 且不说你心里怎么想 你既然入了我父君的宫 就与夜华再无可能 所以本军劝你迟早打消斩念头 当初白浅和北海水军 都能取消婚约嫁给夜华 这天宫里的事 谁又说得准呢 荒唐 两军交战在即 我只希望你不要拖夜华的后段 顾好你自己 肃锦娘娘 今夜就出兵 什么 今夜就出兵 殿下何须如此着急呀 太子殿下 天族兵将刚到此地 尚不熟悉长海水域 而那娇人族头领 已在此地七万年 早就对此地撩文 你们的想法 这是娇人族的想法 都以为本军 会修正几日再出兵 此时敌军正属于防备 今夜 正是出兵最好的时机 你们速去整兵 今夜虚实出兵 是 叶华 速尽一来恐生变数 你今夜诈死 一定要做到万分周全 别让他砍出任何破绽 不会有什么破绽 被江燃宗那把斩破刀 砍上一刀 必死无疑 莫非你还真要硬生生 扛了一刀 不错 你真是没救了 你为了他感冒生命危险 三叔放心吧 我会拿捏好中刀的分寸 让伤势看起来严重 但不会真的丧命 刀剑无眼 怎么会有你说得如此轻松 只求三叔 在事后不忘将我送到隐蔽处 允建天军复命 说我已灰飞烟命 那三叔最后问你一句 那三叔最后问你一句 此战之后 天宫再无太子叶华 你可甘心 叶华只希望 能够早日脱身 再无束缚 尹华 你蛇计杀我小儿 今天我就让你死在我 斩破刀下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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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华 叶华 是睡了吧 傻贵 玩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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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子殿下 燕华 燕华你醒醒啊 燕华 燕华你坚持住 燕华 燕华 燕华你醒醒啊 燕华 燕华 怎么了 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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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华你等着我 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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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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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华 你是谁 叶华呢 叶华呢 叶华 你为何会认识太子呢 说 我不认识什么太子 我就是想找叶华 叶华他在哪儿 放肆 太子的名讳 岂是你能直呼的 傅君息怒 天君息怒 你 站住 本君没叫你起身 你竟敢起身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这是天宫 天宫 你是什么人 竟敢在天宫放肆 谁也保不了你 哪怕是叶华 他也没这胆量保你 来人 在 在 将这个凡人 扔进索妖塔 是 不要 走 走 求你救救我 求你救救我 你 你是叶华的女人 我和叶华 我们败过天地 我现在府中 还有她的孩子 你能不能带我去找她 带我去找她吧 你说什么 起来 跟我走 跪下 殿下 她府中真的怀有 叶华的骨肉 你可确定 不会弄错了吧 殿下 你最清楚 这天宫之上 除了药王 就只有我最会把脉了 你 父亲 她府中真的怀有 叶华的骨肉 叶华现在 不知道失生 甚死 求您 留下了府中 这唯一的骨肉 乐虚 叶华与他 本就触犯天规 你让我饶了他 岂不是让本君寻死枉法 他府中真的是 怀有叶华的骨肉 不然 待他生下孩子之后 再惩罚他 或者乐虚愿意待他受罚 傅君 是儿臣教祖无方 儿臣愿意为这个凡人受罚 请傅君保住叶华的血脉 将这个凡人 关到无人居住的昭华宫 严加看管 谢夫君 谢夫君 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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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我要跟燕华在一起 我要跟他在一起 你们放我出去 燕华 你不要死 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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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 妖王 快 太子醒了 殿下这一劫算是过了 妖王 你先出去 我和太子有话要说 这 快出去啊 是 三叔 究竟何处出了差错 素素呢 有话你听我说 三日前 你被娇人做的头领 砍上以后 你的那位凡奸娘子 闯出了你部下的仙章 你说什么 为什么 他闯出了你的仙章 被夫君发现了 天君 天君 叶华 你可爱我 叶华 你听我说 你想要保住他 你就给我好好活着 你要是命没了 他只有死路一条 走 他还活着 活着活着 他还活着 他腹中有你的骨肉 你不用担心他的安慰 你不用担心他的安慰 焦人族已被灭族啊 再待你养伤几日 我们就回天宫 不 不能几日回去 你不想马上见到他吗 从被天君知道的那一刻起 我与他便再无可等 这 现在唯一能保住他性命的方法 便是让天君认为 他在我心中并无任何的纷乱 来 你说什么 太子殿下在第一日交战时 被焦人族头领的斩破神刀砍伤 险些会非烟灭 三殿下生怕此事传开影响战事 所以就先压了下来 那太子现在如何了 据药王的诊断 太子殿下 算是勉强保住了元神 那就好 你一直跟随太子左右 竟让太子如此涉险 险些丢了性命 待大君回宫后 你自去普华天尊那儿 领发吧 是 等等 天君 领保天尊的法会的帖子 已经递出去了 四海八荒的人 都要赶到天宫来 本君过几日才能去长海 你让三殿下好好照顾他 是 是 娘娘 臣等一定要见君上 现在哪怕是天塌下来 君上也不会过来 娘娘 天族太子险些丧命长海的交润族首领 交润族怎么说也是我们义族的分支 若是天族怪罪下来 我们义族又要大难临头了 当年秦苍被封 义族都没有大难临头 如今也不会 大胆 竟然知乎义军的名讳 是 你才是担大胞天 莫非七万年过去了 你眼里还只有情仓没有君上 义军 谁才是这大子民宫真正的主人 请娘娘恕罪 我也懒得跟你们借借 来 娘娘 这是天宫送来的帖子 帖子 说是上清境的凌宝天尊要开法会 这便是要给君上的帖子 你派人送来就可以了 你派人送来就可以了 不用亲自来帖间找我 自从娇人族被灭 宫里头大乱了 那些老臣 怕天族以为娇人族 是我们一族的分支 迁怒于我们 他们找不到君上 便整日里缠着臣妾 臣妾也是不得已 才借着送帖子来问问君上 何时才能回意见 我会直接去听宫 君上要去法会 奖经论道 我何曾回奖经了 又怎么会懂论道 我只是负荆请罪 先去给天族赔礼罢了 无论你是出于什么原因 四字拿走我的兵符就是大罪 对 念在你我夫妻一场 本君不会治你的罪 继续回公司过去吧 君上 你不能如此对臣妾 臣妾腹中 已还了你的骨肉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那也好 臣妾便还了你的骨肉 怎么会呢 怎么不会 难道君上不想要个孩子吗 君上要当父亲了 难道不开心吗 玄女可是盼了七万年 才盼到了今日 是 算了 本君陪你回公 不 叫王 快 好啊 这 这是怎么了 怎么会真下 快救他 是 殿下 好 出去 你不过说夫君一个小小天妃 既把擅闯储君起功 你得被君滚出去 请你放我出去 我要见叶华 你告诉我叶华她还活着吗 她还活着 她还活着呢 你得看她 你看她 霓华 你不要死 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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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了 叶华 你说句话好不好 叶华 叶华 你说句话 叶华 你说句话呀 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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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太子在凡间养了个女人 嘘 此事不可大肆张耀 可是他都已经与我姑姑定了亲 为何还要去招惹别的女人 小殿下 就连凡间的帝君 也是有后宫三千的 何况是下一任的天君呢 就算是太子自己不找 那日后也是要有许多的天妃 才能为天族延绵子嗣的 胡叔 什么延绵子嗣啊 我清秋历来都是一夫一妻的 也没见断了香火啊 不行 我一定要去找他问清楚 我 锁了 你还活着吗 我是清秋白凤九 你是叶华在凡间招惹的女人吗 你刚才说叶华 当然了 他是太子殿下呀 在九重天生 哪有人不认识他呀 他可还活着 我不知道啊 他出什么事了吗 连你也不知道吗 他就有说吧 他也不认识他 他也不认识他 你这种痊疼他 你跟他闻不觉 你这种痊疼他 我晨疼他 他也不认识他 你不认识他 跟他的痊疼他 天君不让我们与凡人说话 也不让人声张此事 莫不是要趁着太子殿下不在 将这凡人 说不得 说不得 你忘了被害水君的事了吗 明明应该替姑姑感到生气的 为什么心头还有点闷呢 其实这个凡人也挺可怜的 我不吃 我不吃 我要找叶华 君上 你真的要去天宫吗 娇人族是义族的分支 虽然已经脱离了我们七万年 但这次中伤了天祖太子 我也难逃蹊跷 正好趁着领保天尊的法会 去天宫赔罪 免得义戒再受牵连 臣妾明白 君上都是为了义族 可这七万年来 臣妾最开心的 就是这三日 舍不得你走 你好好养身子 无疑 为何义后才刚有了身孕 就如此难受 义后是仙女 腹中的孩子是义族 总会有气息相冲的时候 臣以为多多卧床休息 等数月大了 自然就好了 对吧 那就好 让乌衣留下来陪你吧 不 君上自继任以来 都没有去过天宫 既然君上要去法会 选女身为义后 也一定要陪在君上身边 你腹中怀的是义族 本就与你的仙气相冲 如果你要去天宫 身子岂不是更难受 选女无妨 凡间的女子有孕 身子也会有不舒爽的时候 选女是义后 怎会如此娇气 好吧 我这次女儿 我记得你 对你 你会想到家里吗 谢谢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奴婢就告退了 秦威这位仙子 你可知道 七万年前从异界送来的寒月浮渠 被养护在何处 寒月浮渠 就在昭华殿旁的梁花池内 好 那你能不能带我去看一下 是 我去去就会 玄女只是有些 有些不太舒服 就不能陪君上了 你留下来陪她 你留下来陪她 你不是说一定能为本宫保住这个孩子吗 为何本宫频频复通 可能是这些年 娘娘身为仙女 在异界住的时间太久 身体有不少的损伤 不太适合 怀孩子了 不适合 那本宫现在怀的是什么 娘娘 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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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感觉不到 小王子的胎心了 你说什么 娘娘息怒 臣说的都是真的 小殿下已经没有任何活着的征兆了 依臣看 娘娘还是先回异界 臣为娘娘开一味药 将小殿下 娘娘 竟然到了这个时候 娘娘您还是自己的身体重要啊 不行 我一定要保住这个孩子 你没有看到吗 君上这七万年来 从未如此耐心对过我 我一定要保住这个孩子 一定要 谁也不许说 听到没有 谁也不许说 否则 我就要了你的命 要了你依族人的命 臣一定受苦如瓶 哪里来的桃花香这么熟悉 哎 嗯 听得很疯 唉 嗯 义军 领保天罪 我和义军差不多也有数万年不见了吧 方才看到你的背影我都不太感人了 是啊 七万年了 我记得第一次本军和天尊见面 就是在昆蓝旭 方才我听先讹们说 义军刚到此地 怎么会有如此的闲情雅致 来观赏这莲花呢 来看看这韩月浮渠 怕他在一节待久了 不习惯天宫的凌迟 未想到义军也是如此心思细腻之人哪 为了一株莲花如此上心吗 着火来 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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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来人 高华爹 赶紧找人救火 应该还关着人哪 怎么会抓过我呢 是我做起仇下的祸 还请天尊赎罪 义军不必太过自责 不必是 我做起仇下的祸 以后 我做起仇下的祸 我来 我来 你从来 我来 啊 我来 这女子可有大碍 还不清楚 我要先带她回上经济 让我的威仪看看 阿姨 她 她怎么会在这里 不 不可能 君上 她一定是天族幻化的 一定是 他们知道君上 与丝阴上线有私交 一定是幻化成丝阴的样子 来骗你的 胡依 君上 快 快帮她两少 她是被红莲夜火所杀 快 是 她怎么样了 她虽然是个神仙 但是中了红莲夜火会有麻烦 你看要不要 君上 这只是个凡人 什么 凡人 凡人 是的 君上 她不是什么上仙 只是个凡奸女子 你决定 好 没有任何掀器 确实是个凡人 是 是本君糊涂了 竟然连神仙和凡人都分不清 给她疗伤吧 是 若说这张脸像丝阴 倒不如说她更像白浅 幸好都不是 幸好都不是 君上 我错了 你可知道这里不是一界的大子民宫 可是九重天 你为什么会在天宫中使用红莲夜火 我经过那荒废的宫门前 就觉得味道很熟悉 一路找过去 就看见这女子被锁在寝殿内 还在哭 就 就想救她出来 可这门上的锁是千年寒铁 法术弄不断 所以你就想用火烧断 君上不是说过 我这红莲夜火可以灭万物吗 没错 是可以灭万物 所以火势你根本就掌控不了 你想用火烧铁链 自然会烧到寝殿 算了 只求天津 不要再追究此事了 叶华呢 这是哪儿 姑娘可感觉好些 你是谁 我是一镜离镜 你 刚才是我的坐骑事物放了火 实在对不起 原来是你放的火 我还以为 是他们想要我的命吗 他们 你 多大了 七万零三百岁 七万零三百岁 姐姐 您身上的桃花香真好闻 你一个凡人 怎么会住在天宫 我是被他们抓来的 你们见过叶华吗 她现在在哪儿 她现在怎么样了 叶华 你是太子殿下什么人 你们见过叶华吗 我是太子叶华的母妃 乐虚娘娘 我是太子叶华的母妃 见过乐虚娘娘 义军不必多礼 听说义军救了本宫的一个人 我特地来道谢 顺便跟义军把人讨回去 这姑娘是娘娘宫里的 不错 这女子犯了些天规 本宫将她 关在了昭华宫里私过 没想到遭遇了火灾 被义军所救 你们去 将她带走 是 好 你 本宫告辞了 娘娘慢走 郡上 那姑娘已有身孕 恐怕 身孕 郡上 天族历来众律法 能在天宫中观置一个凡人 而且有身孕感 此事一定不那么简单哪 本君此次来天宫 本就是请罪而来 本就是请罪而来 至于其他人 本君也是无能为力的